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君錦老師 不知道你有沒有碰過 我能跟你講說你戴天命 什麼叫戴天命 戴天命要怎麼看 在我們非新世話派指揮抖數的話 是依據你的出生年肝 看落在什麼工尾 代表你這輩子降生在人世間 是帶了什麼任務而來 這叫做戴什麼樣的天命 還有這一集會講很多 非新世話派指揮抖數很重要的秘訣 比如說用七星定點可以來做和盤 看你跟你另外一半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兩個在一起 到底是不是良緣 是不是能夠長長久久 還會用所謂的命功落在 十二生肖功位的第一支情況 來知道說你這輩子 你的人生表舞台 是一個很輕鬆快快樂樂的 還是很辛苦很勞碌的一個情況 甚至會講到怎麼樣 講到所謂六內功六外功 還有你這一生來講的話 是適合來賺錢求富 還適合來當官的求貴 總而言之 今天這一集影片 有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內容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好那請大家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就隨時可以收到我最新的 各種命理學術 甚至神明符咒 還有開語人聲的一些知識影片 命盤 命盤數量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 我現在教你們講這個 所以用命力來講這個 如何算這個命盤 這是一個 就是你要對邏輯要清楚 要概念知道為什麼我這麼算 這麼講 你要清楚這個重點為什麼 不然到時候遇到不同命盤 就變成不知道怎麼起來 所以重點是觀念要清楚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命盤太多 你隨隨碰到說你沒看過的地方 變化 這個變化人家不懂命盤 來看 好 第一個 我們就先論命格的像 命格像我們在前面有講過 第一個講的是什麼 萊茵宮 萊茵宮代表說他這一個輩子 這個投胎下來 他的這個要做怎麼樣 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說這個天命 天命他這輩子為什麼下來 他的天命要完成什麼任務 做什麼事情 萊茵宮還記得嗎 萊茵宮就是所謂的 萊茵宮記得嗎 什麼叫萊茵宮 記不記得 生年的那個公文 天竿 好 所以萊茵宮現在他是這個物竿嘛 對不對 物竿 所以萊茵宮就看我們這個命盤裡面 物在哪裡 然後物在這邊 所以他萊茵宮就關了 所以知道是可能下來要幹什麼 他這一輩子下來就是要經營事業 完成事業的成就 或者他人生動的就是在經營事業 發展事業 好再來我們就講的是六內六外 有沒有六外可以看什麼 命財關幾點不是六內 六內是不是要自立 就要靠自己 人生他是不是有成就要靠他自己啊 好壞要靠自己 會不會成功靠到自己 家人跟六親當不上 有沒有這是第二個 依據六內六外 算是自立或他立 再來又講什麼 是不是我們生年之後 會有所謂的四化 就是先天畫路畫群畫歌畫季 依據這先天四化 若公位的陰陽 決定他是求婦來求貴格 好先天四化 畫了五第一個路 官路公 這是陽公 田宅公是第十公 陰公 有沒有還記得嗎 陰陽是這樣分 一 陰公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基數公是主陽 偶數公主陰 十一十二 OK 所以你會發現他一個畫路是怎麼樣 其他的畫權 畫科跟畫技都是在陰公 有沒有 畫技是在子女公 第四公陰公 這畫權在第十公 田宅公陰公 畫科在第十二公 父母公 所有的陰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什麼 一陽三陰就是求婦以賺錢為主 這個人現在在當老闆做生意 好 好再來就講 今天有叫欺禁令 這個欺禁令就 都不是直接講 我發現月地點在天為奴婦公 十地點在地是福德公 十地點在人在飢餓公 所以這個怎麼講 就是天人合一 奴婦公就是跟眾生跟朋友 對不對 然後再來極二公就是自己的身體 所以代表什麼 朋友跟身體在一起 代表這個人常常會 要去跟朋友見面 碰面 所以人際關係很重要 自己身體跟朋友碰面 所以常常去找朋友碰面 聚會 然後再來要透過什麼 透過福德 所以我這邊就寫說 自己的生活重點是 自己用理想跟眾生接觸見面 所以這個人常常去跟朋友見面 時候講他自己的理想 事業要做怎麼樣 做怎麼樣 做怎麼樣 的理想 或者也可以講什麼 這個人見面 如果福德公 代表享受 所以這個人如果是做一些 休閒旅遊行業也可以 我會跟朋友見面就跟你講 我們最近有什麼旅遊行程 什麼活動 哪裡很好玩對不對 休閒享受 出去玩樂也可以 所以人生重點 就是最後的幾個功 最關是第一個 自己的脾氣 跟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他只要脾氣好 健康好 他生活品質就高 健康出問題 他會覺得他人生 就會很大的狀況 就是七星定點的 盼望 這樣懂嗎 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 命格 看白英功 再來看七星定點 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章 當你在辦家算命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想寫這些 看你自己 我看你的時間 或者你覺得想要寫 不想要 你跟你的師父我要教學 所以我寫的比較多 比較完整 再來 皇席金字書 這本書是很有名的 這是一個叫做宋 宋朝的這個少康集 我跟有名的理學家 藝學家 他在裡面書寫說 天開於子 地庇於寵 人生於隱 所以這個就是我前面講 為什麼植物貓有的天位 跟這個有關 所以天開於子 所以植物貓有都是天位 地庇於寵 所以乘去寵味都叫地位 人生於隱 所以隱身思 叫做人位 好 我們知道在這個紫薇斗書 這個地支代表說 人所處的環境 還有人生 你要表演 就是人生存 你的舞台 在什麼樣的舞台 怎麼樣的環境裡面去 展現你的人生 有些人這個舞台 可能是很華麗的舞台 很漂亮 不只很漂亮的 有些人的舞台很破落 就是布置很簡陋的舞台 有沒有 有些人的舞台 整個的氣氛是很歡樂 很高興的 有些人的舞台 他就整個是一個很憂傷 充滿了人生悲哀 不順利的舞台 有沒有 這就屬於地支 好 所以公衛在植物貓有為天位者 人生就不叫樂天隨和 因為天嘛 樂天派 他說什麼都不用擔心 沒關係 這樣叫樂天 個性比較隨和 比較好講話 而且比較容易為什麼 有桃花 為什麼 因為植物貓有 這個如果在八字 都是在植物貓有裡面是桃花 桃花地支 在乘去走位 為地位者 主地 地是比較厚 比較不會動 所以人生就比較會穩定 比較保守 不喜歡變動 還有執著 地就不會動 就是執著 可是也比較老 為什麼 所有的東西 都要靠地 來照顧我們 來生長 一直要去照顧人 所以比較勞碌 地的比較勞碌 在隱身世愛就主人 人為怎麼樣 人生就比較奔波 比較多外出 變動會比較多 比較勞心 地位是勞碌 贏的是比較勞心 就喜歡一直動頭腦 所以所遞的 通常怎麼樣 他可能勞的是他自己的身體 然後人的本身是動頭腦 勞心 這個差別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算命的時候 前面就有一個半逆命 來講到有沒有 說看這個十二地支 再加上天不甘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要怎麼的狀況 什麼狀況對不對 有講去算他的命 就可以去講 所以這邊在講 為什麼講說這個 天位地位人位怎麼來的 跟你們講 再看這一個 這個 所以像這個 這個命功是不是在你 是人位 所以就直接講說 你人生比較奔波 比較多外出 變動比較大 常常勞心 沒錯這個人常常四處 去演講 還有四處去幹嘛 去看他的公司的店面 他全省有好幾個店面 他常常要出去看店面 因為他自己是負責的老闆 所以很奔波 他常常受邀 四處去演講 就是因為他命功在 在人位 義馬位 他在這邊講的所謂的看似化 我發現這個命功有個似化權 自化權就是權利 所以當然可以說這個人 比較喜歡掌權 可能也比較就會掌權 所以他當老闆 那自化權就是變動 所以這個人命格上面 命功加上他這個四馬地 本來就有喜歡動 再加上自化權 所以他本身的想法 就常變來變去 可能今天想要這個事情 明天自己就改了 不穩定 自化就是不穩定 三分鐘熱度 在我們前面課程有講自化 自化都比較偏向 你會三分鐘熱度 變化比較多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前面課程有講 自化的比較會變動 比較不穩定 還有畫權 前面有講畫權的權利 就要爭執 爭奪 所以會比較勞碌 比較辛苦 畫權不會太輕鬆 所以這邊就寫說 命功又有自化權 會加強什麼 這個人變動 我們勞碌的情況 還有我們在歷經會講說 氣炎往來 所以在指揮斗數的 氣炎往來就是所謂的 對攻叫氣炎往來 就是氣的來來去去 都在這一條線裡面去走 叫氣炎往來 所以我們知道他看到 命功有個自化權 然後又有一個畫科 這邊有一個畫科 自化科 所以畫科是會飛到這邊 然後氣炎往來 所以這個化自化權 其實也會掉到這邊 所以可以說這個人的命功 他有一個畫科 跟畫權的能量 會飛到外面的千人功 所以代表怎麼樣 我這邊寫 本人出外時能夠有權有 因為命功 飛畫權跟畫科 到這個千人功 可是你會發現說 雖然出外可以有權有權 結果發現這邊有個自化權 沒有千人功是不是有個自化權 所以這個畫權到對攻 他這邊有自化權 是不是把這個自化權又帶走 因為自化 一路卸出去 畫權飛到這邊 就變成千人功的自化權 是不是又把這個權 又跑出去了 所以這邊有寫說什麼 千人功又自化權 所以為權出權的像 就是命功的飛出畫權 又被千人功的自化權 又把它留不住 要跑出去 所以叫做權出權的現象 所以變成怎麼樣 變成他出外只剩下畫科 畫科能只有名氣 所以這個人喜歡往外面跑 往外面跑為了什麼 為了就是去出名 為了能夠有權 有權利 結果沒想到 最後 只有得到了名氣 沒辦法得到權利 什麼意思 比如好像說有一個人 我這個要做生意 參加很多所謂的私職會 福倫社 我們現在很多做生意的老闆會這樣 去外面參加很多什麼福倫社 服徒會 他想要當會長 想要有權利 結果去很奇怪 別人可能去都可以當到會長 他就是當不到 只有空有能器 沒有權利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 這次畫權他當老闆可以去外面 想要去管看很多店面 就到各個分店 可能人家覺得這個老闆 不大想聽你的管 就你虽然沒有權利 你要管你店面的員工 可是人家就不大聽你的 比較管不到 這叫做沒有權利 全跑不見人 這樣懂嗎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要記得 我們前面講的課程 都只有講誰就揹出去 可是最後真的在算命 你要把字畫的像 要全部下去擠 這樣解釋到你整個命盤 才會有很多變化 變化 那你看每個人命盤 才會看出那個不同的差異處 那你算每個人命 才每個人有他自己個人獨特的命運 你才會算得中 可是損在這個地方 可是算命難也難在這個地方 懂我講的意思嗎 難以來講說 你又看到的話又有非話 然後又有先天的次畫 又有所謂的字畫 那到底最後變怎麼樣呢 其實也不難 都有邏輯 就像我這邊講的邏輯有沒有 畫權畫科飛到千里宮 有權跟科術 結果沒像千里宮一個字畫 所以權又變不明 所以邏輯也是有的 不是隨便亂想亂算 有邏輯 所以你們現在學的是要學 我在辦人家算命的邏輯在哪裡 要學這個邏輯 這樣以後你們看到別人 不同的命盤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那這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你們跟我學算命 最重要的是我會用比較多的命盤 實際解盤給你們看 這樣以後你們才會辦一下算命 不然只有跟你們單獨講 這個這樣零散的姿勢 其實你們做完上完課 你們也是不會算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不會串聯在一起 你不知道如何去串聯 然後不知道說看到這個命盤 到底是怎麼樣 你沒辦法整合 所以我會用比較多的命盤 實際跟你講怎麼去算 為什麼是這麼假 我也把邏輯給你們講 這樣你們上完課就會算命 這樣了解 所以我是要教會你們算命 不是教你們來上完課就不是 不是教會你們怎麼去算命 重點 所以我希望是你們受完課 這裏課可以跟我一樣 可以去辦人家算命 當成副業或者是甚至有機會 或者是當職業項這樣都可以 那你就有電話算命才可以 下一頁 這邊就講那個十天不甘 有沒有 假甘 代表怎麼樣 本人個性獨立獨斷 不會避孕他人也不受他人的避孕 所以這個人基本上就覺得我是 十天干的首領 我喜歡當頭 所以我一直往前面走 所以我也不希望別人幫忙 可是我也沒時間去幫忙別人 因為假肝 會十天干的首領 走在前面 前面沒有人 後面人都在我後面 有沒有 所以這個人代表說他自己都想要當頭 我想要做一個當頭的人 領導的人這樣 好 那我們就一樣 這樣的式化派既然是式化派 引以式化為主 所以式化怎麼飛 就是看每個工的工杆 這是一個式化的狀況 還有要記得我們在實際論壁的時候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只有看 畫路跟畫際為主 因為路為陰 祭祀國 所以我們透過每個工位 Facebook式化看他的畫路 知道說這個人去造什麼樣的因 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做這個事情 最後能不能有什麼樣的結果 結果是好或壞 自己得不得的到就看畫際 所以我們在算 大部分只有看畫路跟畫際 可是我們式化是有 畫路 畫前畫路跟畫際 式化都有 畫前畫可以不要看 畫前畫可以要看 不只是說我們在算的時候 大部分只有看畫路跟畫路 畫際 很多時候畫前畫科不一定會去看 省略為什麼 因為我們職業論壁 我們現在是在職業論壁 所以我們直接講 最後的結果比較重要 一些東西 畫路跟畫前跟畫科 有時候只是中間的經過 這些論壁要快 所以只有看畫路跟畫際 好 第一個一樣我們要知道每個工位 我工跟他工 命工是主我工 那甲甲甲甲連連針 甲連破五陽太陽化際 所以就飛出這個 來看 命工這個工位的狀況是如何 好 甲甲飛出連針畫路在福德公是我工 太陽化際在接工是我工 如果解釋這工會先要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為了福德公是自己的理想 命工是我 我為了自己的理想 因在這個地方 為了自己的理想因 結果果會怎麼樣 就用我自己的身體 想要去完成我的理想 這是果 因為畫際叫飢餓功能 就自己的身體 所以這邊寫說 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用身體去付出去完成 但是有時候會怎麼樣 會造成煩惱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自化劑 自化劑就是煩惱 不順 那福德公就是煩惱 我因 本來這個我工畫路 入福德公我工是好 因為是畫路 結果沒想到有一個劑來干擾 自化劑來干擾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寫說 造成煩惱 因為福德公有自化劑 健康也會發生問題 造成受傷開刀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畫劑 這邊有個自化劑 所以這邊加起來是全劑的組合 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 飢餓功有揹出一個畫劑 到對公的副弓 飢餓功自己揹出一個畫劑 到對公的副弓 那是不是會回衝飢餓 飢餓功是對健康不好 你要記得在飢餓功建 剛剛講的話 畫拳代表是許瓜 代表受傷 代表開刀 畫路是變胖 畫科是代表怎麼樣 需要貴人照顧 可是不一定是開刀 就身體的狀況 貴人吃健康食品 把自己身體照顧好 就這樣 畫拳就是在健康上面是 受傷開刀許瓜 所以光命功這個畫路跟畫季 我們就可以成功這些 然後如果看我功跟他功的現象 這叫什麼 我功畫路路我功 畫季路我功 這在我們前面的公文有講 這組合代表什麼 吉凶好壞全部都是自己造成 跟怎麼樣 跟別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這個人他命功的狀況是 他今天的運勢 人生的狀況 好跟壞其實看他自己 沒有任何人來造成他命運上的問題 光有命功的我功 揹出畫路跟畫季 就會知道有這樣一個結果 這樣一個現象 去跟他解釋 讓他了解 好 歡迎大家 如果有各種關於命理學習 道法符咒 還是開運人生 各種疑問 或者想要跟我交流的部分 歡迎都留言 那我盡快回覆給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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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